一场大马华人的传统婚礼 几百样大大小小的事项和礼节 单凭一对新人想法 根本是无法安排妥当的 因此婚礼当中最不能缺少的角色 就是我们俗称的 大康杰的宋嫁娘 本集上海名人坊 邀请了马来西亚的百变大康杰 为大家揭开华人传统婚嫁之美 在成为大康杰这条路上 他备受质疑 到底他是如何咬牙坚持 长达十五年呢 你好 欢迎收看 欢迎大家收看 《张海语文法》 您还在寻找着理想的室内设计 烦恼着新家的装修 装修价格不透明 Moveover就是开启您梦想家园的那把钥匙 成立于2018年的Moveover 旨在打造透明化装潢市场 性价比超高的一条龙家居装潢 建立室内设计师平台 平台有超过200个专业设计样本 与透明的定价 依照您个人的风格 喜好 预算 打造您的梦想家园 Moveover创始人Linia 也在马来西亚装潢业 获得了多项大奖与业界的高度认可 室内设计师的博乐 业主们的快乐 尽在Moveover ID Choices on the Go 点击以下链接 也获知更多详情 从小跟在外婆身边 长期接触送嫁娘这个行业 Apple长大以后 因为原本的工作 无法负担生活支出 而选择成为了送嫁娘 成为送嫁娘 长达15年的时间 Apple经历了不少的质疑与困难 却凭借着对事业的热爱 咬牙坚持 她希望自己有朝一日 能够成为国际的大境界 带领本地大境界 冲出大马扬名海外 大家好 我是佩佩 欢迎大家收看 第十季的上海名人坊 那今天呢 我们的摄影棚呢 迎来了我们大马的 白变的大银杰 我们一起来欢迎 Apple 叶明君 哈啰 Apple 你好 哈啰 你好 美贝姐 对 我觉得你人还没有到 就先听到你的笑声 真的 真的 每次去那个主持做大银杰的时候 都是先以笑声夺人的是吗 其实我每次去人家家我先静静 看人家做完东西才 人家轮到我上身 你准备好我就笑声很大 人家讲 看不错 原来你声音很大 因为没有理由先去吓人家 人家讲说你会怕吓到人家 因为我声音很响亮 干你所谓的 真的 你的声音真的很响亮 是天生以生俱来 我觉得你是那种可以好像 唱歌你的肺活量非常的大 是 是 贝贝姐 因为在我小时候是 因为我们住甘榜啊 因为我们是两个家 全面一个家外面一家 因为小时候我们是一个家庭 可能一个电话罢了嘛 我每次在外面听电话说 婆婆 电话 哦 婆婆 因为这个梦里要喊来喊去嘛 在一个家很远的 电话 电话 喊过后鸟变成越大 就开始越多大 他们的声音越开 嗯 了解 开了更加大 所以你是天生就注定要吃这行饭的 可能是因为小时期是 可以讲说是我外婆开始 其实小小时候是 我妈妈生三个 我是最大还有我弟弟妹妹 我外婆就怕我看 我妈妈就看不到 我们这么多个 就带我去跟她在一起然后陪她 然后外婆就带我去那里那里走 外婆是大金姐的所谓 她这里走那里走 她在讲的时候 我就在那边傻傻听 我这时候都不知道什么来的事 在那边 看她讲 你的外婆以前也是很出名的 OK 是 然后做东西她自己在 去开一间那个婚纱店 然后我的舅舅就帮她做话 摄影师 所以那时候 她就有名的赚了钱去开婚纱 就说我可能是小小受到很影响 人家说小小的时候你跟谁 就是可能就是那个影响 就是说 嗯 了解 所以耳污忽然之下呢 你有就是外婆做的东西 你都学懂了 大小有学起来吧 然后过小时候就长大了 然后从借了分 其实是借了分过后不久 因为我丈夫他时有做工 然后到他没有做工的时候 我就去打工前座餐馆 那时我一个人做工 其实是我一个人正在做工 丈夫没有做工 养完全家人 对 因为他是生意失败过后 没有做工就撑起这个家里 然后就开始做做做 然后就会 都不复制 因为你要养四个 变成你更加的要去找不同的工作 因为我给到家里 然后我又要给那些 赋用 可是你第一次的时候 就是那个job是怎么接到的 还记得吗 我记得 其实第一次job是我师傅介绍的 因为我没有名字 谁知道 那个人就以我不会 就哎呀 普通这些角色小角 然后过后就开始 我会觉得 你做了九年 我做了差不多 我做了刚才 哈 你第一场啊 但是你今天告诉我 你要像做我两三 因为我在家里已经 准备了很久 你刚才说你的师傅介绍 正是说你还没有接这个job之前 你其实有去拜师学艺了 有 我师傅叫林峰山山 他妈咪已经不在 但是我就 因为我曾经问了很多师傅 每次都是可能是 要很昂贵的学费 或者是 或者是他不是一对一教学 他是在 所以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然后过后 我们就 你这样子录我罢了 嗯 这你哪里录得到那生意 很像PBJ你教的 就是 叫你学法直播之类的 但是我们是 他叫我录或者是 我现在给你job 10%收费 但是我师傅 一脚钱都没有我收 嗯 然后他知道我辛苦 所以他接受我生意 明白 那才有今天 了解 那在这么多的行业里面 你为什么就除了是 因为外婆以前 小小你跟着外婆 看到外婆做这个大贵 然后你自己在 丈夫生意失败以后 本来是做餐馆的 然后为什么会想到说是 以兼职的方式 在做这个大贵 想说去学一门手艺吗 其实不是 因为 因为我有想过做很多手艺 但是其他手艺都是蛮汉贵 或者是传承不到 假如你做餐馆 我试过 做餐馆的话 有一天他可能不要你 可能是因为公司的问题 什么不要你 然后我想着一下 有人找过我做富贵山庄 但是我心里想 我喜欢笑 人家忽然间在那家的上你 又不好 想着一下 做一个是真正喜欢的 喜欢讲话 其实我本身 我喜欢讲话 喜欢去互动 去找大金姐来做 明白 所以第一次 那个客户看到你的表现的时候 吓到 因为你是一个经验丰富的 对 因为我是 对了 差不多两三 我说不是 你说 蛤 是吗 哦 是啊 明白 我在初始过后 一直在练习 因为你要给自己熟练到很够力 所以变成我朋友会讲 哇 很够力 声音又很大 所以他会满意 就开始练习 明白 所以你是一直在做准备的 等待机会的降临 对 太棒了 因为我 人家听起来就拿 人家讲 你既然悬神去拜师了 没有理由你放过这个机会 嗯 你要为真神 为自己的那个 想要的东西做回来 人家讲 去找一个梦想 自己喜欢的 嗯 你有没有去 肯定去追求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一行 嗯 明白 那你现在是全职 还是以这个 我全职了 我全职了 全职了 因为之前我是有做餐馆 好像你第一次在 遇见我做餐馆的时候 然后过后 那时是为了加你 那时是为了加你 没有 那时没有这样太多人说 现在 餐馆不要我 嗯 因为我有去问过 打工的餐馆不要我 我只能够全职 要整个把很有信心 全部丢在那边 怎么会说餐馆不要你呢 因为 餐馆也缺人啊 你这么请 有 是我可以做两三 因为餐馆一般上 星期六日 哦 I see 就是因为你要 在做这个 然后餐馆最忙的时候 就是星期六日 不能允许你请假 明白 因为没有可能 你请假的 明白了解 所以变成我没有 可是全职了 不是更开心吗 我在Facebook上面看到你 哇 非常的火红 南上北下的 非常的忙碌 对 因为我跑全马多 因为很少 现在的大街 比较少了年纪啊 他们没有什么跑 第二就是 跑的全马 他们都是要你很开心 要很玩的 那种 所以我就是 比较玩的那种 可能是从小到大 因为我是最大孙女 最大外孙女 最大女儿 每次都很开心 那个因为 因为之前的家里 因为我爸爸成绩的不好 我要变成我要把家里空起来 然后要炒起来 所以我就是要 撑起这个责任 哦 就是说你是大女儿 要把这个家里 所有的一切责任扛起来 可以这样的 很沉重 可是你自己不会觉得很累 很沉重啊 你这个开心果是 以生俱来的吗 其实小时候 是小时候都很开心的 因为有小到大 然后过后 曾经在我十七十八岁的时候 我爸爸做错了一件事 要去坐监牢 然后你知道啦 在甘榜 一坐监牢 而且人家就会讲很多话 妈妈只是跟我讲一句 女儿不用怕 因为我们没有做错 只是爸爸做错 怕什么 那时候我就 回到家里要笑 笑到 给妈妈一个 好像讲说 就不要担心了 不要让妈妈担心 你不可以为什么 那时候你在家里 你妈妈只是 因为我妈妈真的没有吃饭 只吃隔一饭吃了很大碗 然后过后 我又回到去 那时候我十九十二 就要看到家里 然后过后回到去 要照顾妈咪 不是照顾妈咪 只是说看妈咪讲 什么什么 妈咪OK吗 还是笑 要冰起来 没有冰 因为你是大女儿 妈咪就是要给她开心 然后过后你就不要 让妈咪担心 伤心之类的 就对人欢笑 被人流泪的那种 其实我告诉你 菲菲姐 其实我有犹豫症 我在 戒了粉过后 因为我没有做过 然后家婆就很多 那些什么 然后过后 我就 就去看医生 我有曾经有割脉 我有割脉过 我直接割了脉 放去那个 冲凉 马桶 然后我叫我的家婆 带我去看 医生不给我走 医生跟我讲一句 讲过你今天走 我去报警抓你 怕我再割满 我说没关系 你让我走 明天过来 他要我吃药 我说我不要吃 因为那个药 我的生死 它本身是护士 还有大麻成分 因为要给你开心 早上一次 晚上一次罢了 不可以吃多 吃多你会 然后过后 我生死跟我讲得要开心 不然的话 就你用你自己的方式自救 就你曾经我为了这个鸡 然后甚至就是 产后患上了这个忧郁症 有啊 割满啊 真的割满啊 所以你这一路走来都是 这个靠自己的一个意志力 恢复过来 都是靠药物 吃了两个礼拜 但是生死跟我讲一句 不要吃 因为那个药会 伤害你 有副作用 你会抑制也多 哦 明白会上瘾 你不吃的话 你会控制不了那个了解 所以我不吃了 然后就开始 OK 去给自己开心 其实我本身是大姐 然后我喜欢做小丑 然后我就学会小丑 去孤儿园老爷 让人家开心 你讲我沉重不会 去扮小丑的这个角色 你也是会去 你有去学 有啊 有啊 哇 明白 因为我自己觉得 那些孤儿园很可怜 因为这本身是妈妈 所以有人讲说 你怎么要做 不是 是我自己喜欢 其实很沉重 因为每次自己招呼 神医师伴 每次家里看到他 没有撑起来 其实我在这十年 十二年期间 他是没有撑过 家庭的吃喝完了 都是我一个人那时候 我真的撑得很痛苦 痛苦到我自己 那孩子怎么办呢 我家伯看 那是他说也是有在孩子 只是你痛苦起来 他不会了解你 然后有一次我们真的爆发了 在2018 2027 我爆发了这顶不顺 我会讲说 我们两个离婚了 他说我一句 这么你心口没有跟我讲 蛤 我说你看到我这么累 所以 然后谈好了 现在真的好了 他会做工 会叫我去这里那里 曾经的我还没有在我 我真的背着一个 然后前面一个书包 然后一个背囊 去每一个地方 去做大空 对 对 了解 在你见到的时候 是在那个收拾店的时候 我每次好像我不要做 我不要做 我不要去下马路加的时候 我就背着我 我做早上10点到6点 然后我8点就赶去巴士那边 我就背着背囊和Lakesh就去那边了 就是这边的工作完毕 就马上再接另外一场这样子 然后这里做完了 然后礼拜早上10点 我醒来了 然后又敢去做苦 明白了解 所以真的很不容易身为一位母亲 然后也是一个女儿 然后再到一个这个媳妇的这个角色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这个 每一次就是看Efford的这个面子书 他都是最开心的 而且我看到很多的新人 就是邀请他做了这个大康节之后 都给你很多的好评 称赞你 然后你甚至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婚礼上面你组织过这么多的婚礼 有哪一些是你非常印象深刻跟难忘的呢 我很深刻 因为曾经做 刚刚做不久 可能有些的 就是说婆婆的妹妹 我们叫姨婆 其实那样讲的有问题的 他爸爸是娶了一个 然后正宫 这是妈咪 就去到那边 他什么都没有做 没有拜神 我去到那边就帮他弄拜神的东西 弄完之后 然后过后 再去他们盖头杀了下来 他的姨婆就在那边讲 蛤 怎么起这样年轻的 谁来的 他真的起老的 在他们的思想当中 老的才是最好 然后他师父讲讲 然后我做完全部东西拜来神了 然后我就下来 下来 我跪在他面前 我说姨婆你好 我事情也大紧 假如我姐做不好 你请你多多原谅 因为身为一个 你没有去跪一个 没关系 我当时还是长辈 然后过后就跟人说什么 你有益神经的 我很男子 真的很男子 为什么我要保护我自己 很多人问我 你是男还是女 我说我是你 妈咪你摸一下 没有变 因为你要保护自己 真的去每个地方都很黑 我直接去过 到一个芙蓉车站 然后下去了 他就在那边了 很黑 你知道吗 你又拿这个万人刀 这样子准备出来 啪 啪嘛 你要等新人来站你啪 所以每次你都很警惕自己 有有有 要保护好自己 对 了解 对 所以每个过程 他们就有讲你 你可不可以 这样年轻 或者是 哇 是不是的 我这样吃起那个 很便宜罢了 哇 怎么你这样贵 所以我会讲 我的贵是来自无价 第一次我生意 然后我开玩笑 什么什么也是找不到 所以每次的人问我 你是真的付出很多 对 哇 所以你刚才说你 跪下去那个长辈的那个面前 把那个长辈吓到 吓到 全场人吓到 你的举动好像都很出人意表的 因为 你要让他知道你诚意 让你知道你是真的可以做 你没有变 没有理由再讲 所以你只能够跪下来 明白 那除了这个呢 还有没有什么好玩 听说你那个很大胆 这个言行举止都很大胆 发现很多的那个新人 在接新娘的时候 不是会有玩游戏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你这个好像把很多的那个兄弟都被吓到 听说你会去亲吻他们 是真正的亲吻 不是吓唬他们的 对不对 不是 是怎么样的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每一次好像新人 他们有时候好像 玩游戏啊 他们没有准备一些 或者是你请一个 视频人过来 他们都是普普通的 的游戏 不便宜一个摄影师 两千多三千 大家都知道 然后过后你就会 带领着他们说 OK好 好 你觉得说他们请了一个 然后就浪费了 因为如果那个画面不精彩 是不是有点浪费体验 是不是有点浪费体验 就是普普通通 接新娘 彩版什么什么 你要让晚上更加的出色 比如说 哦呦 很好笑 你就想比如说 我会带一些饼干 还有气球 种种之类的 你自己准备的 我自己准备的 我一个袋子 准备很多东西 然后就准备过去 看他们OK 知道了 因为每次我 第一个我进去拜什么 我看他们 我知道什么游戏了 我跟他讲 你玩到最后游戏 你们这个不要玩 比如说 之前还没有MCO 他们传那个鸡蛋 传那些 那些还可以 现在的时候 他们不敢玩了 我说不要 我们就玩其他 这个给我 好吗 OK 我就吹饼饼 他们玩的时候 我吹饼饼 吹吹吹吹 OK 完了 我就拿两张椅子 我去抓其中一个 帅 比较帅的可爱 玩得到那个 兄弟坐这里 然后后面绑着他 就扶着他 然后我就搬那些动作狠狠 我来啦 亲爱的宝贝 喵 哈哈哈 然后我去做抱他 吃了那个气球 然后去亲他 真正的亲亲亲亲 口红 口红 然后去亲他 你有把他们下纸吗 有有 他们就 这么有这个环节 因为平常人都是 哎呀普通 这样子玩就可以了 有没有 因为你要给人家出色 给人家知道你是谁 要玩得开 就是这种 所以大家就很开心 看到这个画面 好 我会感 因为你要带出不同的特殊 特别 就是这个 明白 所以在游戏上面 行为上面 比较大胆 但是那些仪式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马来西亚呢 因为我们不同的习惯 哇 不同的很多的仪式 你都怎么去 就是 依据做 对 我们也是先了解 像比如说 像你跟我讲说 今天我的弟弟是福建 可能是 我的弟弟老婆是客家 所以我就先了解 他们是什么什么什么先 然后过后我就去做客家的 所以你会把人家的家庭的 整个背景资料全部 双方的 都会把那个 那个习惯都先了解清楚 习俗 习俗 比如说潮州 潮州客家 吊州 什么福建 都要去了解 广西广东 什么都要了解 了解 对 有没有让你 因为我看到很多 就是有好评 对不对 我看到你每一次 都很开心 因为大家对于你的服务 对于你的这个投入 都给予很高的这个评价 那我想问为什么会是 白变的这个 这个 白变歌手 有听到 他听过 美艳芳的 对对对 白变的这个 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 其实我在2019很幸运 我上了三份报纸 第一份是星洲的报线 然后又还有问我什么 其实我每天喜欢在晚宴 画普通的妆 就很bling bling的 色彩 总之是 你自己画的 我自己画 其实之前我还没有 还不会画的时候 让人家画 每一次 那个很好收我200块 画多过后 因为我每次要去 马牛角芙蓉 没有理由带着一个化妆师 我没有这样多钱给我 然后过后我就 自己去 大概摩索 明白 所以你就是 所谓的白变 那是在你的造型上面 然后晚上我换普通的妆 我会跳舞 会跳舞 怎么说跳舞 比如说 比如说 晚上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 晚上变成十一 你又变成十一 晚上变成十一 主持 然后你们第一次 第二次进场 第一次进场的时候 然后吃东西 然后第二道菜 新娘怎么换衣服呢 我就去跳舞 我换衣服 有灯全部坐过去 三首都不同的歌的 然后跟嘉宾不同跳舞 跳舞要不是唱歌 因为唱歌的话 可能你会听得很吵 因为我 因为唱歌全部都 融上来 所以我们不要唱 因为你唱的都唱了 然后我就给它 嗨起来 整个节目嗨起来过后 然后刚刚好 我新娘只换好衣服 第二次 第二次上台 借蛋糕 跟小米刚刚好 明白 所以连节目 你自己也撑起来 哇 你这样子不会累吗 从早到晚 在你工作上面 完全没有露出一点的 这个疲态吗 或者对这个工作 会不会有觉得说 有时候也会有一点点的 这个疲惫感 想停一停这样子 其实有的 陪陪姐 好像 从早上我们可以讲说 五点半起床 因为七点了 到下午 然后下午那轮 我没有说话 到完整了 只要说是 我没有说话的 我静静 因为你讲太多 我想自己清醒 然后到了晚上 你去到会场 你要表演 我曾经试过 五天啊 连续了 好像星期四 做了晚上十一 然后赶去旁 做明天的dike 做半天 做了之后回来 拜六礼拜做整天的dike 十一 然后礼拜直接又 驾车过去 飞去那个马六甲 再做dike 哇 嗯 嗯 那我想问你就是 你刚才说的 因为那个 这个生活的一个逼迫 所以你才会 踏入这个行业 对 那现在有没有因为呢 dikem这个行业 我看到你生意也非常的火红 嗯 生活是不是也越来越好了呢 好了好了好了 假如现在的之前的mco 因为我真的想要不要做的 嗯 成绩在mco啦 佩佩姐你是可能看不到我 为什么 我有想过去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真的到吗 然后场馆 没有什么情人 嗯 我又一个人撤起那个家里 好像还有做公司的时候 撑不起啊 嗯 想要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过后 EBF可以拿出来给你家 小朋友这样 然后过后想要不要再撑起 再撑多一段的事 因为那时候 餐馆要二选一 一 你就做餐馆 嗯 不可以做代行 因为我 因为2019 他出去2020嘛 那些工作 因为你不可以做 因为我还有一些工作 在2019 他们给了订单在那边 因为可能他们有时要呢 嗯 我没有可能讲 不做了 对 然后过后真的是 那时候撑起了 想顶着撑着 嗯 所以疫情的时候真的很辛苦 我还有看到你开直播啊 卖东西啊 其实你是那种 嗯 虽然内心就是我讲的 可能是因为病的关系 之前有忧郁症 落下的这个根 然后呢 但是你每一次在最失落的时候呢 反而你会反弹的更高 就是你会想说不能够随便 很轻易的放弃 在不断的寻找这个出路 对不对 你看很勤劳啊 在疫情的时候不断的有 找工作 然后也有做直播 然后疫情开放了 恭喜你就是找到了这个 不是找到了 我觉得说因为你 你是一个很勤劳的人 然后你也真诚 然后有很多的这些 呃 是排山倒海这样子来找 谢谢对开 很多都来着 因为都是喜欢开心 一直所以为什么我要 一直去 人家所谓分身的去那边做 对对对 因为你这个当成是 你又是你自己喜欢的 对了解 不如做一个更加的开心 是 而且呢在不久之前 也拿了奖 谢谢 其实那个奖是 为什么要拿这个奖 因为在马来西亚 没有人想要拿奖 在大金里面就是 我跟你讲 我是20年就20年 你要相信我 但是 你没有给人家知道是什么 我要给人家知道 我想成为马来西亚 第一个国际大金 因为为什么看了很多 在人家说 为什么香港有国际大金 马来西亚做不到 因为马来西亚是 是多元种族国家 比如说有潮州 附近那些的客家 我马来西亚做不到 第一个 让人家知道 马来西亚多元种族 让你们带起来 因为很多人不要 觉得 我20多年 你相信我就相信我 我不要 我要给人家知道 马来西亚 其实有很多 各行 大金也是很厉害 但是你要认识马来西亚 我们马来西亚 不只拜神 也有很多传统的仪式 我们都要知道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拿这个奖项的话 是要告诉大家 这个奖项可以 让你有机会 冲出国际吗 对 因为那个奖项是 传统文化奖 所以我想把这个文化 带给全世界 为什么 因为文化要保留 要传承 明白 所以你刚才说了 你是想要在 第一个 冲出国际的大金 对 为什么马来西亚 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婚宴都做不到 为什么想到是 国际这个市场的呢 因为在马来西亚 OK 在香港 他们会找大金 帮他修珠宝 什么什么 在马来西亚 没有去找大金 找那些名人 或者是网红 或者是那些外国的模特 去戴首饰给你看 还有多美 其实我跟你讲 由我们大金宣传 那些珠宝 或者什么更加好 为什么 因为我每次摸金 知道那些新人想戴什么 然后国际大金 是让人家只要认识我们 为什么 我们还有马来西亚 球手 好像李周伟 什么什么 都是国际 为什么大金这一块出不到 哦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不是冲到海外市场去 也包括冲到海外市场去做大康杰吧 对不对 然后你的意思是说 大康杰这个身份 他们也可以有很多 为一些这个婚宴上面的商品做代言 你也可以是一个我们讲的icon 就是这些代表人物 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对 然后你给人家知道 大井这一块 不是你们所谓的老一辈才可以做 嗯 其实我现在有收了 11个土地都是有年轻的 11个土地收了 哇 哇 好棒哦 谢谢 也只是说 他们喜欢大井这一块 有年轻的 甚至没有结婚都有 有老过我都有 OK 他们很喜欢 嗯 所以说他们也知道 不只是你们所谓看的是老的 年轻这一块也是要 了解 嗯 所以你的那11个土地 都是自己来找你的 对 哦 真正的要拜师学艺 要哦 要啊 我真正也是拜师学艺 哦 明白 我是最快 我两个月就学会了 嗯 OK 明白了解 所以你对徒弟的这些要求是 什么呢 我要问三个问题哦 嗯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会探讨红包吗 嗯 探红包啊 因为有些人 因为曾经有一个打来给我 嗯 他想做十一 我问他为什么做十一 他说 哇 你们做十一晚上哦 很好赚的哦 嗯 晚上有人在给你红包呢 哈 这样子你不可以做 为什么我现在给钱你赚呢 不可以 一万万一 你进着茶的时候 你找得很好 但是那个人没有给到你红包 嗯 不要做了 嗯 没有可能嘛 明白 就了解说你是为钱而做的 对 对 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可能有 好像比如说今天 你明天你无论你发生什么事 好像今天你跟我丈夫吵架的时候 你说你明天你会担保说 你会保持开心的还是 会讲 不能情绪化 因为我们不能够带情绪化去做 明白 哦你很重视这一块 因为师傅教过 专业 对对 你带情绪化人家感受不到你的开心 对 第三呢 第三就是 你为什么做这一行 嗯 你含冰球 嗯 你为了这一行是做梦 嗯 你的目的是什么 哦 OK 了解 每个人的定位要很清楚 哦 是 然后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 你说那个你的扇子 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你这个扇子是你的那个 呃 一个 trick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因为一般上我穿的这个是 因为很多你看妹妹姐 每次都很穿传统的旗袍啊 嗯 其实本身我很胖 我很大姿 对不对姐 从你今天到现在 我就很大姿 因为我不想穿旗袍 好像那些错高白天光 好像财财这样子 变成 我好像男子啊 那大庄主啊 那有钱啊 不是 啊 啊 第一个你看起来 因为你身上没有东西嘛 你看起来你不要严肃 嗯 整个有那个 可是你每次戴着这个扇子的话 会不会阻碍你的一切通过呢 没有 我一直滴这个扇子哦 对我很好 会这样 因为有时候 在等人的时候啊 没有风扇啊 或者是 你很热啊 或者是然后你拜神的时候是 然后你拜神的时候你要 你你 好像新娘在前面这里 嗯 你在最后 你要你要推他 你没有走前你这样子哦 啊 也可以当是一个 哇 一个道具 哈哈 然后或者是你爸爸在神 啊 这样子 哦 啊 那个气势在这 好像你编你这样子 有一个气势啊 啊 对 这是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想到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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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因为我像男子装嘛 像大装俗这样嘛 嗯 就觉得 你把上都是会 嗯 啊来来去去的 所以想到就是开始要这种了 了解 就是喷凉 其实很很热在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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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说的一个婚宴的这个 呃 啊 啊 呃 呃 啊 啊 呃 嗯 非常重要的角色 一个DICOM捷可以让一对新人 拥有一个非常难忘的 美丽的回忆 所以呢 所以我们在马来西亚可以看到 很多的这个婚礼里面 真的可能主持人可以缺 但是绝对不可以缺少了这个DICOM捷的角色 它扮演了一个我们讲的 融合的这个 把这个气氛融合的一种角色 对 因为他们都是要在你们传统 传统一次 所以变成每一次我都在前一晚 再看多一次 因为怕有什么遗漏 对 反正Apple就是一个非常认真的 方方面面都想的非常的周到 虽然有些事情不在它的范围里面 但是呢它都不计较 最重要就是为大家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所以今天其实非常谢谢Apple 这是接受我们的访问 然后可以跟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在人人面前呢 充满了这个欢笑声的背后 隐藏一些不为人知的心酸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见 本节目非常感谢MoveOver有情赞助 作为马来西亚第一个经济实惠的室内设计线上平台 MoveOver自2018年成立以来 旨在创造三营战略 打造透明化装潢市场 建立室内设计师平台 保障消费者得到品质保证 预知更多详情可以浏览MoveOver官方网站 www.moveover.com.my